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物的这些都市传说 对 尤其是我们会着重在于美国的 那一开始 我们开头 开始之前 我想要问你 Do you believe in ghosts? 信啊 Do you? 我相信 What about demons? 我也相信有恶魔 What about 我觉得我们就是存在的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根据的 我不会讲就是 怎么可以有一样东西 然后一直不断的一直传下来 就算经过这么多个世代 它都还存在 就像我相信有龙 曾经有龙 有龙 龙龙在座着 在你的 对 在我这地方 不是 我真的相信有龙的原因是因为 龙它这个东西 它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 你是说不同的文化系数 对 东方西方通通都有龙这个东西 而且它是从好几个世代 比如说好几个世代一直传下来 好几个世纪都传下来 然后他们都没有联络 然后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或者很像的那种 对 你说如果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你要用AI做一个假的东西那种传下去 可能人都不相信 可是在那个年代 又没有什么书信 又不是传的那种东西 又没有照相机什么的 就有那时候 就已经有龙的这个传说 所以我相信就是一定 我相信有龙的存在 所以你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定存在的 我觉得就是存在在不同的维度 是 对 就是 different dimension a different plane a different plane 不是不同的星球 我想是不同的维度 plane plane is like a 不是飞机的plane 我知道 plane就是不同的 可能是我们都在这个dimension 但是这个dimension 可能分很多不同的镜头 可能这个镜头 我们看到的东西 就是在我们这个镜头的角度 但是你换一个镜头 你搞不好看到很多 很灰的东西 所以我是这么觉得 所以我相信 那你呢 I'm a skeptic 你是相信科学的吗 是相信科学是没有错的 我会觉得说 有一些东西是你没办法当下的去说明 或者是你没办法去理解 很多原因可能早产的 就比如说 呃 你可能是当下是害怕 或是很很暗 你看不出来 看不清楚 或者是你有 有吓到 有听到一些有的没的 你要想 其实是 呃 就比如说 你有没有 看小朋友玩过那个什么 那个小游戏 就是telephone 打电话 然后从最后面 我跟你说一个字 然后要穿穿穿 穿下去 all the way down 整个下去 到最后一个小朋友 台湾终于节目要玩 登登登登登登 然后就看他们可以这么做 对 或者是 最后是说什么 对 那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想的 我们听的 我们做的 我们看的 其实是都会有差距 而且很不清楚 很模糊 而且有时候 就是因为你的imagination 你自己都没有遇过吗 你人生中都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吗 是有遇过 因为我从小就 不只是我自己遇到 我的身边也有很多人遇过 遇过哪 你说鬼吗 对啊 鬼的部分 我又没有自己遇过 其实我看的是当下觉得有 但是 我也会想的说 maybe it's not true 那你要怎么解释 我们当年那时候 我们在 我这样也就说那个 Buffalo Airport那一次 你要怎么解释那一次 因为 因为我当下是睡觉啊 所以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听到 是被你叫醒啊 你要不要讲一下 那个 已经讲过了 再讲一次 听过了 听过了听众会觉得很无聊 一直讲重复的 就是快速讲了 就是反正我们那天 我们只是从美国回来台湾 我们在水牛城的那个饭店 睡一晚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饭店 其实是还蛮老旧一点 然后他就是很靠近机场 所以又便宜又方便又快 那我就说 好算了 就是在这边 他们给我们那个房间 其实是 很边间啊 然后也很暗 但我们觉得就是 他就是睡一晚没关系 就没关系 然后他的那个床头 床尾那边有个柜子 然后那柜子 他就是很古老的木头柜 然后也是有 里面放了电视 然后也放了小冰箱 然后小冰箱的 那个专属的柜子 是一个木头的木制柜 然后他的卡榫是那种 也不到生锈 就是很古老那种C字型 然后你要把它硬插去 就是你会很难去打开的那种 就是你开要很用力 关也要很用力的那种 所以他才能完全关闭 所以他不可能是关那种 磁铁 然后没有吸 然后自己打开 然后反正到三更半夜的时候 柜龙已经睡死了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欠勉的人 所以那时候呢 门就在晚上半夜三点的时候 在非常安静的时候 因为晚上已经半夜 那附近又是机场 所以当没有飞机的时候 所以其实是那时候是非常的安静的 然后我就听到了非常清晰 我在睡梦中 那一刻我真的是像电影鬼片一样 就是那个门就这样子 打开 就是那个 然后打开来了 我眼睛马上睁开 然后我不敢动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超级害怕的 我就默默的把灯打开 然后开始在心中念 Oh my baby 然后我刚才把柯龙叫起来 我起床的时候全部的那个整个房间里面所有的灯都已经开了 然后我说哇靠时间已经到了吗 我们是飞机已经是 飞机不是那个什么 早上七八点吗 然后我看到外面 还是天黑 不是微微的黑好像太晚要出的样子 是全黑好像零产量三点的样子 然后我说 What time is it 然后他说 门刚刚开了 可能我还害怕 我好像问说 Do you hear that? No you were like Can you get out of bed and look at that for me? I'm like what's going on? 我说什么东西呀 你在说什么 他说 你起来一下吗 你起来一下吗 我说 发生什么事 到底是怎样 有人就是有敲门吗 他说 没有 你看那个电视 那个柜子在那边 说怎样 他说 他是自己开的 我没有开他 他说 他不是已经是 只是我们睡觉前有开吗 是真的关很紧的那种 他说没有 你不记得吗 我们睡觉前 我不是要去开过 然后或者是 要用那个微波炉 我记得我们用食物 我们本来是想要放进去什么的 对 然后我们开不了 那就说算了 我们有开了 最后我们最后把那个小洞 我们把东西放冰箱里面 对对对 然后再把它关起来 很容易地关起来 然后 对没错 我们我们睡觉前是关着的 他说 他是自己开的 他自己 你讲的好陡 你声音超陡的 他说 呃好 我我我看一下 然后我起床 然后我去去看那个环境 然后就说 嗯 没事 睡觉吧 真的很可怕 他说 那可以睡 我 我想开着灯睡 可以吗 我想 我不想要关灯 我说 呃 都会遇到事情 他一直说我是去菲律宾的时候 是 那因为我门家是信这个东西的 那我自己也很相信 所以我这种出国 我一定是会带着一包 呃 佛的用具 比如说一些佛珠 然后一些 一些佛金什么的 这是跟一些有 有很信Christianity的东西 我去到饭店 我都一定会 就说不好意思打扰 然后就反正去弄一弄 然后可能就把那包放在床头柜上面 然后那一次我去菲律宾 我一样有待 然后那时候我是做backpack 我是背包客 所以我去菲律宾玩的时候 我就那包我一定会随身洗袋 我只要换饭店 我一定把它拿出来 然后放在枕头底下 然后那一次去菲律宾 我真的很不顺 呃 我到饭店之后 住进去之后就是 呃 我就 大跌倒 到达的第一天我大跌倒 导致我 很正常啊 对唇破 然后膝盖也破 然后我还被蜜蜂钉 OK 然后之后我还 呃 肠胃炎 上吐下泄 嗯 但是我去菲律宾也很多次了 那一次是这样 就那一次是特别的不舒服 嗯 然后到最后一天 离开菲律宾的时候 我发高烧 OK 对 真的是大高烧 那这时候我还 我还顺利进台 我还在机场 对 但是呢 我到台湾之后 再打开我心的时候 发现我那一整袋的 佛珠通都不见了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 我是一整袋的佛珠跟金术 可是那一整袋 都完全就不见了 怎么会 我也很好奇啊 你是说鬼抢走吗 我觉得我妈妈是跟我说 她说就是帮我挡了一个煞 就是帮我挡住了 因为那一包 我非常非常重视 所以那一包 我一定是只要打包 我一定都放在我心理箱 最 我的背包的最底下 OK 对 是我可以就是 把它收好 它一定是我第一个 我不管去哪里 它一定是我第一个 放进去 心理箱的 放进去我背包的东西 那我只要出去旅游 它一定是我第一个 先拿出来 放在我的镇头底下的东西 OK 那我还记得 我的习惯是我离开饭店 我一定都会 东西都会 连被床单 我都会陷起来 就确定我东西 没有忘记 那我当下发现 我不见的时候 赶快去讯息 那个饭店 那饭店都说 我没看到这一包 完全没看到 可是背包完全都是 在我身上 是没有离身的 是海关 没有 他当下完全没有离身 完全没有离身 因为我是背包 因为我是背backpack 我是check in 我没有check in 我是backpack 它是carry在我身上的 所以你是说 它那一袋 整袋就不见了 所以是鬼 直接把它带走的 在中文的一个 说法是说 叫挡煞 它帮我挡住了一个 就是一个盾牌的样子 对 就比如说 我可能也许 我会在那边 出一个大事 没有那个东西的话 你可能真的是碎破了 但是它是当成一个盾牌 然后它就是撞那个盾牌 盾牌就是 就破坏了样子 没错 就是大概是这一种概念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说法 在国外 或者一些那种 你就是说 ghost hunter or demonologist 他们就是说 你进去一个饭店 如果说 台湾人喜欢去 敲个门 这个是因为里面有人 你可以稍微让他们 走开 有人来了 Oh my god someone's coming to my room 我们是 我们一走进去 我们其实会看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金书有没有打开来 对 这我知道 那为什么 因为金书打开 代表说 就是 这间房间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有人震不住 这间房间震不住 就是连金书都震不住 所以要打开来 它是说 if 因为通常 每一个饭店 通常就是会有一个 金书 就是bible OK 然后它是 在那个柜子里面 它是灌起来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是新 提毒架 它基本上都会在 如果你住饭店 它会在床头柜 如果没有床头柜 都会有书桌 书桌抽屉里面 就会有 然后他们是说 你一走进去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 那个柜子 是开着 然后里面的那个 那个bible 是开着 Get the fuck out 我就说你们西方的鬼 都是很aggressive 他们是说 那个会 你真的 那是很魔鬼吧 一起鸡皮疙瘩 你有遇过吗 我是 因为我家人有遇过 我是没有遇到过 但是 我是有感受到 就是 我最深刻的 就是有一次 我在 也是一样 煮饭店 然后 就是一个很 一直做梦 就是有人 在床头 那个 床底下 就是一直在看着我 那我不敢 很大开眼睛 那个是我比较小的时候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好像 硬硬的样子 他不是一个 他给我的感受是 恶魔 恶魔 都是那种 就是有邪 然后就是 怪兽的那种 就是一直在看着我 然后等到我去 只有反应 然后因为 他们就说 那如果真的是有的话 那 你开不开眼睛有这么差 因为他们其实是 他们怎么吃饭 就是你害怕的时候 才会吃 但吃不是你的 你的你的肉 他们是吃你灵魂 对 而且他们是会把 那个 你最害怕的样子 就是 放进去 你的头脑里面 然后会一直重复想 让你suffering 一辈子 那你们有个传说 是说去饭店的时候 脱鞋 不能放在床尾 what 你们有听过东西吗 因为我们会说 你去住饭店 因为不是有拖鞋吗 那个 饭店拖鞋 对 他说你上床的时候 你不能把拖鞋 因为正常会把拖鞋 就拖在床尾 然后就直接上床 对 他们说你不能把拖鞋摆正 我不知道 因为摆正的时候 他就可以踩在拖鞋上去找你 就去压你什么的 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 因为这个是私人传说 那天我在网络上面看文章 就看到有个人说 就是鬼跟他讲说 就是他看到鬼 其实这篇文章的出处 文章还是留言 我其实忘记了 我相信如果有人 知道来讲什么 可以下面留言 或甚至是 你刚好就是 写下这篇文章的人 你可以来留言 但我印象中 他说他看得到 他看得到这些无形的东西 他看得到这些 然后他说 拖鞋这件事情 他这个鬼觉得很好笑 因为鬼跟他讲说 我们是鬼 我们又不是瞎子 我们又不是 就是我们看得到 就是我们不用踩拖鞋 去找你 我们可以直接 找你 我们可以直接找 我们不需要踩拖鞋 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好笑 就是鬼会说这些话 这样子 对那 讲到这么多鬼的 我还有超多鬼故事的 为什么 你自己本人的吗 或者是 发生在我身边的 我身边的 像你刚刚讲 Bible 我有亲戚去住饭店 泰国玩 对 进房间 对 圣经是打开来的 Fuck that shit dude That's like a no-no 但他们不知道 How did you not know 所以他们住进去了 怎么会不知道 他们会不知道 那时候是 他们住在半夜里面的时候 然后就是 没有打开灯吗 20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你说打开 Bible是打开的 但是柜子呢 哦对 我没有说完 为什么打开是错 为什么打开 因为饭店里面的人 住在那个饭店 就是或者在管 那个什么room service 或者是 Opening the Bible means that you're letting it's like a 你是算是一样 就是盾牌的样子 你是打开 他会自己 不敢靠近 那个环境 因为是神的 坐在那边看书 他会 不是吗 这么讲好了 就是 比如说 我把一个cross 放在那边 他也不会靠近 他是比较不会 除非他是比较强壮 你说恶魔把 十字架倒过来 对 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倒过来 但是倒过来 这件事情 是在电影里面 而且就是比较 要能够去做 这些事情的人 的恶魔 他们是 他们的能力 也有超级无力强 就是可能是 like fucking hardcore 前面的那个 最厉害的 好像酒味 他们是 才有这个能力 但是打开 那个bible is like to keep them away it's like mosquitos 你换那个东西 然后就是让他们 展开 出冲击 对对对 是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是打开 的意思是 你住在那个房间里面 是很惨 是超级惨 所以你最好离开 那你 你这样是在 你觉得人比较可怕 还是鬼比较可怕 人可怕啊 我不用怕 鬼会冲我的背后去 用一个刀 撤我的脖子啊 对啊 或者是被抢奸啊 或者是你被 你的东西偷走啊 或者是 谁不开心 没有在看 看路上的情况 然后直接用车 撞死你啊 我不用怕这个东西 鬼是吓你是没有错 但是 人是做事啊 嗯 没错 你们小时候会被 威胁 也不是威胁 就是长辈会用 就是家里面 比如爸爸妈妈 或是阿公阿嬷 Grandma 或是用 会用这种传说 都市传说来吓你吗 嗯 比如说像台湾好了 像台湾就会有 胡姑婆 OK 胡姑婆 她就是 她就是一个婆婆 然后呢 她就是专门 加大人 拿来吓 不睡觉的小孩 哦 how nice 对就会说 你不睡觉 是不是 对 不是下个狗姑婆 会来抓你哦 然后就好像有歌就是什么 在好久好久的故事 是妈妈告诉我 这个我没听过 在好生好生的夜里 会有胡姑婆 哦是哦 然后 爱哭的孩子 不要哭 她会要你的小指头 nice 不睡的孩子 赶快睡 是吗 我其实忘记 但反正他就讲小指头 就是这个 胡姑婆 他会吃掉你的小指头 哇 如果你爱哭又不睡觉 对 然后他们说什么 还有个故事是什么 一个姐弟 妈妈晚上出门 这个都只是那种 Legend 就是那种传说 然后民间传说 他说你如果你晚上不睡觉 然后 故事是指说有一个姐弟 有一个姐弟 爸爸妈妈晚上出门 不在家 然后就有人敲门 然后他们打开门来看 就发现是 妈妈的样子 因为他们说胡姑 不会变成 你的亲戚的 你的亲人的样子 可能变成你爸爸或你妈妈或你小朋友 然后你把门打开了之后 他就进去 然后他说那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听到咔啦咔啦咔啦声音 然后他去看 就发现那个妈妈在吃东西 然后他就问妈妈你在吃什么 然后那个妈妈就跟他说我在吃花生 但其实他在吃他弟弟 Nice 对 这个故事是真的 就我小时候的版本 我不知道也许大家有自己的版本吧 对 然后他就在吃 然后他就发现说 天哪 他其实是他吃弟弟 因为他们家是没有在吃花生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分很多集 其实因为你这样子想 你这样子讲这个故事 我刚马上有想起来 另外一个传说在美国 这是有类似的 这是一个 有关于可以变人的一个怪兽 一个 like a monster like a thing 然后他是在那个 这什么名字 That's the point I don't fucking remember what his name is 是Indian的文化吗 还是说 有原住民有 一个是 那个是我们在讲 是skin walker skin walker是有 我们刚刚讲这个 Indian 我们讲的是 印第安文化 不是印度 对 他们两个是 他们两个是 share 一样的英文 而且 那个skin walker is from the Navajo Indians in Arizona they're not from like 不是Nor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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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因为你们的 印第安人 就是原住民 他们的原住民 有分 比如说大家 如果印象最深刻的 那个暮光之城里面的 那个原住民保护区 那个就是在西雅图 北边那边的 他们那边 每个地区都有 跟台湾的原住民 是一样的 然后刚刚 克隆讲的skin walker 就是 刚刚克隆讲的skin walker 就是 发生在亚利桑那 那边的原住民的传说 对 那是那是Navajo 但是我讲的那个 我这样想起来的是 不是Navajo 但是有关于类似的 你又没有知道 很多人在 那个地方 就是回去 like Cave Diving Splunking Cave Diving 就是洞穴 那个跳洞 他们不是真的 洞穴跳水 可能是他们 不是真的 只是洞穴进去 但是他们会去挖 那些东西 挖 你说diving吧 不是 就是like they crawl in the caves 或者是说洞穴探索 或者是 Alaska 有一个 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是 Native America Oh this is fucking creepy Alaska 有一个 然后 他也是很像skin walker 但是 it's not skin walker 他们是自己的东西 然后他可以变声音 然后他的声音是那种 那个 你会听到 你可能是 你 因为那个地方是很危险 你不能一个人去 是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去 你可能是要一个团队 可能是三四个人 然后 it's like 他会刁难你 或者是会狗狠你 的方式 就是可能你一个人 你可能要出去 可能是打便 尿尿尿 或者是可能去 找一个东西 用你的那个团队 的人的声音 去将你出去 就比如说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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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help 然后你听到你的兄弟在叫 我马上过去 我过去 但那个声音你一直永远 你追不上去 你永远追不上去 你就会追史密斯 然后到时候他们说 等到你听到声音 都不在 全部的那个声音里面 连脑鸟的声音 都没有 都没有 You're fucked 完了 就是完蛋了 You're done That's it 他说最可怕的不是 你还听到声音的时候 最可怕的是 全部的神明的声音 都没声音了 什么都没有 他会把你找走 他是抓你的灵魂 还是吃掉你 你整个人就会被 拜拜了 你就变到异世界去了 他们是说 神下的 会找到 我们怎么会找到 whatever's left 可能是 枪 你的枪 或者是你的手 或者就是 一块一块一块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是 不是全部的你在那边 只剩一小部分的你 可能是大部分的你不在 那只剩下可能是你的鞋子 或者是你的 你的头的一半 因为台湾也是有说 你不可以在山里里面 或是你们去探险的时候 去叫人家的全名 都要取错号 我就不能像 我就不能在那边叫你 柯龙 或是不能叫你的全名 你也不能叫 我们都要取错号 因为他们说 这个我们也有 因为他们就会学你的声音 然后叫你的名字 然后还有说 你不能在外面突然拍人家的肩膀 就是如果你在探险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人的肩膀 还有头上有一把 都有三把火 然后那三把火会阻止 就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靠近 无形的东西靠近你 然后会阻止他们靠近 因为那火很亮 可是如果你被人家叫名字 或是有人拍你肩膀 就把你那把火拍掉了 那拍掉了之后 你就火就少了 那些无形的 他们就会靠近你 可能就附到你身上 OK 对我们是说你们有吗 你说拍到火这件事情吗 肩膀上跟头上有火这个东西 我们是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是有怎么讲 有就比如说很多地方在美国 尤其是有几个是在那个沙漠 是跟Navajo 然后还有一些 就比如说你记得我爸来的时候吗 我有问他一句话 什么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旁边听 我们那时候我直接问他说 你在Arizona 你住一阵子对吧 然后他说对啊 然后说你喜欢吗 他说对啊 他说你有没有听过 或是你有没有看过Skinwalker 你有看到他的反应吗 没有 他说 Shut the fuck up We don't talk about that 真的假的 他超敏感 他超敏感 他说 这个不是开玩笑 你不要这样子讲 我说 什么意思 我说 你相信吗 他说 我没有再继续讲 我没有要继续跟你讲这些 我说 我没有再开玩笑 这个东西不是 你要玩的游戏 对啊 他就是没有继续讲 我说 哇 你很迷信耶 他说 我跟你讲 他说 他用英文说 Tony I'm done talking about it drop it 就这样子 就没有继续讲 他就是没有要继续讲的意思 就是不想要跟我对谈 我说 like what the fuck happened 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到底是遇到什么东西 因为 Skinwalker 他是跟Navajo Indian 他们的传说 他们是很久 好几千年 以前 到现在都一直传说 然后Navajo的Skinwalker 他的传说是 他们有 就是因为 他都是Cosua的 所以你要看 谁有怎么讲 但主要的是 这个Skinwalker 他原本是人 and he sold his soul 他把灵魂卖掉 卖给谁 问题是 Lucifer 不是不是Lucifer 因为他们不相信Lucifer 就是可能是卖给一个 like a demon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然后就是为了去抓这个能力 所以他们可以变 就是比如说可以变成动物 可以变成 变人 也可以改声音 然后他们就是 like they get all gross and shit and like their claws and like 他们会 他们可以模仿 声音也可以 呃 呃 变你的样子 就是变人 跟动物 你不知道 就比如说 你现在此时时刻 你可以 你可以是Skinwalker 但我不知道 no because 你要怎么讲 他们通常 就是好像是被绑在 就比如说 地 呃 就我之前有说过 你去什么地方 各个 各国地方 各国地方 在呃 所有地方 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自己的规则 你在什么地方 你在什么国家 他们自己的神 跟自己的灵魂 跟自己的习俗 都有成 有重量 所以你要去 你就是必须要去 尊重 不然会有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 你不用相信 但是你至少要尊重 他们好像是 the power comes with the lamb 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环境里面 才有办法可以遇到 因为他们是被绑在 绑在那边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一旦被这种 禅上的时候 去赶快出国玩 是吗 啊 是 对 就是赶快出国玩 你是说 如果你是被追中Skinwalker吗 对对 就说 出国 有可能哦 或者是 呃 就是看程度 因为他们不是会 haunting you they just kind of like roam around 他们就是可能是 就是到处跑 在那个环境 然后就是 他们的目的就是 就是骗人 出去找他们 你懂意思吗 就是他们 就是会这样子去 让人去找他们的 然后他们就是会等到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就 阿白了 对啊 然后他们是一个 很古老的一个传说 然后他们很可怕 Skinwalker是很可怕的 那你这样讲到 就是比如说 你刚刚讲的 各地的过这个国家 这些文化 你在台湾有遇过吗 鬼吗 鬼或是奇异的事情 其实到现在 你有点 想要用科学的方式去 带过这一件 有一个东西 我在台湾遇到过 我从 呃 我从来都一直 我都一直觉得 呃 这个东西有存在 但是我都 你都不知道 就是外星人 在台湾有看过 我们讲的是 对 你可以讲讲看 你是什么经历 哈 你说你在台湾 遇到外星人 对 就是不是看到本人 就是好像是 小黑的那个东西 就是 你不能因为 帛流量就乱说话 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那种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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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认真 就是我有看过 那个外星人 他们那个 like their ship 你说飞碟 UFO 对 但是它不是一个碟 或是不是一个 一个那样子 它是 呃 而且不只是我看 我那时候在杨明 然后我跟Marcello and I was with Anna and Alayna 好 四五个人 一起 然后我们从 呃 最底下的健身房出来 几年前的事情 那个是我大 大二大三的时候 所以十几年前了 对 然后我们出来 然后 一样 你要记得 这个不只是我看到 我们都看过 然后我们不知道 要怎么想 我们就出去 然后呢 我们看了 我们是 一开始 只是往 杨明的方向 因为它是一个山上 我们看那个方向 走去看那个 杨明三人 杨明大学 杨明大学 它是在一个山上 然后我们看了 那个 呃 天空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 好像是三角形的东西 然后下面有灯 然后 很大 很大 大到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跟你讲 就是那个 你没有用伪敬品吗 伪敬品哦 嗯哼 好 没有吗 没有 你知道伪敬品什么意思吗 就是drug or like smok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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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No 然后你们就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我们 它的大小好像是 持续多久 问题是这样子 它一直是飞过去 它是慢慢的飞过去 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得那么清楚 我们不是 它像是一个 直接伸过去 我们看得到 因为它是 从山的后面 然后它飞过去 就是整个 你如果从杨明大学 看下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整个石排 还有捷云站 然后连续到背头去 然后你可以看到下去 就比如说 简坛捷云站那边 整个地盘 都可以看到 全部 它是从我们的山后面 飞过去 对面的山 台北以外的山过去 然后就是直接走了 那个距离 我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 你想一下 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 然后它的大小是 飞机 波音777 它是 你要讲 可能是 过去 最底下的 那个山脚型 过去 可能是要 五公里 五公里 有点难去量化 对 五公里 五公里多大 多长 很长 就比如说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it It was super big It was like from one From one MRT station It was like three MRT stations long That's like the bottom of it It was so big It was like in the sky And we could see it It was huge It covered the whole sky 它是整个天空 我们是看到整个天空 是它被它黑掉 然后它在过去 那个最顶向的 那个山脚型 也是一样的距离 它超长 超大 然后它是慢慢的飞过去 那你说 慢慢的飞过去 它可能是十秒就不见了 但是那个距离 它飞的那个距离比 你要想说 你从底下 我们在这边 你看一个飞机 它飞了那样子的速度 可能要三四百五百公里 要很久 才有办法 可以看不到它 这个十秒内就不在了 而且这么大的东西 我们看到 我们就是互相的看 I was like Did you see that? Yeah, I saw it 你们都看到了 What the fuck was t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but I saw it OK What do we do? I don't know What do you want to do? Nothing 就是 你不知道怎么说 你知道吗 Just like it freaks you out 那天晚上 我记得我超害怕 我晚上的时候 我睡不着 我很害怕 他们会来抓我 因为通常 他们就是说 就是如果你看到 他们就会盯你 他们会去追你 因为你看到了 对 但是 就没事 我现在知道 然后他们是把我的记忆 直接清干净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过了 对吧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你说外星人吗 不一定会像 鬼故事啊或是 鬼故事 我自己的 我最害怕的 鬼故事 是我一天晚上 户头没钱 不是 对 这个不是鬼故事 这个就是 人生最可怕的一个梦 那个噩梦 噩梦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是去外面打猎 然后我们是 我们是那时候 我们从山上 晚上已经是天黑了 我们走回来 然后 那天 走回来的过程 我们开始有听到 女生的尖叫声音 like like 很 like is fucking creepy 然后 一直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我们三个人 就是从山林直接 用跑的 跑出去 谁啊 你跟谁 我跟我哥 还有我的舅舅 我们三个 就是我看了我的歌 然后我的舅舅在后面 is like yep it's time to go 然后他说 用跑的 he was like run I'm like what the fuck he's like I don't know run 我们真的是用跑的 因为那个声音 就是尖叫的声音 很凄厉的尖叫 就是你有看过 那种就是horror film like you hear like like blood curdling scream that's what it sound like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凄厉的尖叫声 然后一直重复做 一直重复做 然后每一次做 愈来越靠近我们 然后you're just like fuck 太可怕了 我们都有枪 我们还害怕 你知道吗 对啊 我们不敢 回头看 回头看 我们不敢 我们就直接用跑的 然后我们一出 森林里面 三音就不见了 三音就不见了 I were just like okay we're not we're not going to go back 没有一个第二次 那想到 既然我们讲到 这么多的传说 我想问问 美国的一些 知名的都市传说 好啊 最有名的对我来说 除了 我们就一个个来讲 除了5C区啊 还有slenderman 寿常人 这个是基本上 大概是最入门款 如果你打上 美国都市传说 我觉得最基本款 就是大家 一定会出现 slenderman 你可以稍微 介绍一下slenderman吗 好 你知道slenderman 其实他不是一个 他是传说是没有错 but he's actually 所以不是一个真正的传说 他是一个小学 小书 小说 小说 在creepypasta上 creepypasta是以前的一个网站 就是人会用他们自己的 他们想要去做 可能是 like they want to be an author 然后他们就是用 自己写小说 空步的方式去写这首东西 然后唯一一个就是 有还蛮成功就是slenderman 然后他是成功到 他自己也发明到 全球 那大家就开始把这件事情 就是变成真的 就是当成真的一个传说 然后很多人就是开始害怕 然后就 开始有很多 影片啊 或者一些 电影啊 然后就是拍了一些 就是比如说 那个The Blair Witch Trial 那种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是会假装 这个人又在追我们 那slenderman 如果你不知道slenderman的话 他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 看起来很像的人 但是穿着一个西装 然后 他是没有脸 他是没有脸 那他非常的瘦 非常非常的瘦 然后很高很高很高 超高的 不是我们讲的不是什么 200 100公分 185公分 190 他可能是三四米 三四米 他是跟那个树 树一样高 然后就是为什么 你在森林里面 才会看到他 他最常出现在森林里面 对 然后他会等到 你是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可能是直接 莫名其妙就出现了 然后就给你看一眼 他会攻击人吗 他会把你杀掉 对 他就是直接把你杀掉 他很长的 他好像 我知道他最常杀人的方式 就是把他们 直接离起来 在树上抽过去 对 就 传树树枝 对 就好像kebab 或者barbecue 你知道吗 就人类的barbecue 在日本也有相同的 叫做八尺大人 是哦 对 跟你们的这个 senderman也蛮像的 OK 说他就是八尺大人 他叫做 就是八公尺 八公尺高 这样子 然后说什么 他经过的时候 都会 嘎嘎嘎嘎嘎嘎的声音 OK 也是很可怕 我觉得听了 也是很可怕的故事 OK 对 但我们今天 那个日本的那个传说 我们就先 先不要讲 不能太多了 OK 对因为 senderman还很长 那你自己 除了这个 像你刚刚讲说 树林里面 对 这个故事 你们还有另外一个是 鹿怪 就是 哦 The Wendigo 对 就是它是一个鹿 对 它是一个鹿 但它是一个怪物 它也可以变成 别人的形状 对吧 我记得 对 Wendigo 它也是 那个 它也是 Indian 它也是 Indian But it's from the Algonquian The first nations in North America 它是另外一个主派 主派 它是另外一个 它不是 Navaho 它们每一个 部落 它们自己有 自己的传说 它们可能是很相关 或者是类似 或者可能是 有关系的 但是它们都有 就有自己的怪兽 也有自己的传说 然后Wendigo 是 你说的是 鲁人 鲁人 鲁 鲁 鲁人 鲁人 然后 它是 它想要的 就是把它的 就是victim I don't know how to say victim 受害者 受害者的人 就是吃掉 或者想要去杀它们 然后就是 会把它们 就是可能是 抢走 它们的 骷髅头 或者它们的 其他东西 然后就是一直累积下去 其实是 还蛮多的 电影 好像几年前有出来 就是有关于Wendigo 好像有听过 对 就是可能是 有看一个 一些怪兽 然后它们就是有 like the deer horns deer horns are like really like that's their thing like if you see deer antlers on a monster in the woods that's a Wendigo 所以你在森林里面 看到有一个怪物 然后它头上有鹿角 那它基本上 它就是Wendigo 台湾好像就叫 翻译叫 Wendigo 对 台湾好像翻译叫 Wendigo 对 它是会把人吃掉 然后 它也有可能 那个 俯身 俯身 也可以俯身 对 也可以possess 然后 它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可能是 不只是吃人 它也可能是去 俯身 然后叫那个人 去吃掉 它的亲人 对 为什么是情人这么 就不一定是他们的亲人 亲人 亲人 它的family members 我有说亲人 lover 就比如说 那个 比如说你住在一个 log cabin 在森林里面 森林小屋 你可能就是有一个家庭 在那边 然后它是刚好 有附身了 你的身上 然后 就 你的家人就拜拜了 对 那你还知道什么传说 there's a lot Bigfoot Bigfoot 大脚 这个应该是全球最有名的吧 对啊 这个比Area51很有名 它到底多大 它多大 而且不是有分森林板 跟雪山板 它们是类似 它们是 the same species but 就比如说 台湾的 就比如说 北极熊 跟黑熊 对 它们也是熊 但一个是在北极 一个在 山上 山上 对 是类似的概念 它们多大 多高 不一定 对 对 你说Slanderman 它是一个小说 但网络上面 都有那么多影片 所以都是假的 还是有没有人 出来证实说 我真的看到了 the problem is 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以前 就是这个小说 出来以前 没有Slanderman 好 那你刚刚讲的 那个路怪呢 有人看到吗 它是一个传说 还是它也是小说 没有 它是真正的传说 它是Native American传说 对 所以 而且Native American 它们很多传说 其实是 有 有 有 value 我知道有 重量的 like it's not just made up because of whatever sometimes they say shit and you're just like how did you know that 那你刚刚 我们再回到大脚怪 我知道大脚怪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 照片啊 或是新闻报道 都会报道到 对 那它在美国 你可以多聊一些大脚怪 大脚怪 它就是 它不会去直接攻击人 它也不是那种 很邪恶性的 动物 怪兽什么的 它不是 它就是 反正 我们知道的东西 就是可能 它是以前的人类的 ancestor 然后就是没有 跟着变 它就是可能 难得 就是变成那样子 所以它可能 只是个猿人 对 但是 它是还没进化的人类 对 但是问题是 猿猿 猿猿的样子 是比较矮 因为我们是从 就是可能是 什么 进化 homo whatever erectus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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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 我们其实是 现在是最高 但是它可能是 以前 就是跟 gigant what is it called gigantipathus or whatever I don't know 就是反正一种的 以前的人类 的样子 就是比较高级的 就是比较高 它也是有关于 那个 the giants 对 like 巨人 它也是跟着 他们的那个 那种的文化的系数 也是有关的 因为 它 是同一个 算是 一样的年代 但是不同的 地区 gigant greece in rome and ancient egypt or mesopotamian stuff 对 但是 主要的是 greece and bigfoot is like native american usa and stuff 对 那还有呢 你还知道 你还知道什么 mothman 这个你有没有听过 天鹅 非鹅人 天鹅人 mothman 是还蛮莫名其妙的一个东西 mothman is like mothman 就是一个 it's from west virginia 西维基尼亚州 西维基尼亚州 然后 他是有 他的眼睛是 发光的红色 然后 他的牙齿是 就是尖尖的 这样子 然后他的怪兽 的方式 就是他有翅膀 可以飞来飞去 然后飞得很快 多大的 多大 还蛮大 不小 所以他不是像 譬如说你 小小的 我给你看了一个照片 就你随便打着打着 这个是在 West virginia 他的大小 可能是 两米吧 两三米吧 两米很高 这样子 就是mothman 他还有自己的雕像 对 哪里啊 West virginia 在那边 他们为什么发现他的雕像 因为太多人有看过 然后他就变成 很有名的一个传说 很多人其实会去 看着他 会故意的去找他 那会不会其实从头到尾只是一个人 他在Halloween的时候喝醉 然后 应该不是 但是 奇怪突然变雕像 应该不是 但是他是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是那个 1966年的时候 对 然后就是有人 就是去看过 就是好像是 那时候 他是开车什么的 半夜的时候 被攻击 就是从 他的车里面 开着的时候 从 直接飞过去 然后他 好像撞到 或是把他的车顶的舞顶 直接 车顶直接把他拔掉了 车顶直接把他拔掉了 对 拔掉 或者是直接切了一个洞在里面 对 对 然后就是从那次开始的 对 然后他也是算 还蛮有名 然后也有那个 Jersey Devil 你有听过吗 Jersey Devil 是牛哲西恶魔 对 牛哲西 牛哲西恶魔 Jersey Devil 他比 Mothman 还古老 Jersey Devil 是从 他古老 他的故事是什么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小说 编造的 还是说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是东西 人真的有看过 是人有看过 然后他才是 那他的故事是什么 牛哲西的 牛哲西 你会讲牛哲西 The first The first ever 第一个人去 创造这个东西出来 或是说过 是1735年 1735年 很久前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 New Jersey Devil 他的样貌 是什么样子吗 样貌是什么意思 就他的 What you look like Oh 他的头 是羊头 羊 然后又那个 路脚 不是路脚 他是有 圆圆的那个 圆圆的那个 圆圆的那种脚 他的翅膀是 他的翅膀是 那不就是恶魔吗 蝙蝠 那不就是恶魔的样子 很像 对 他是Jersey Devil 对 他这样子 这样子 这图片还蛮可爱的 是很可爱 很像啼虎鸟 你像啼虎 就是那个再baby的那个鸟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like the bird I kill you in the baby 对 我知道 但是他跟那个 差有一个距离 他跟有差一个距离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也是被人家看过 对 有 然后他 他也是会 很常会把很多妈妈 撕床 撕床吗 like miscarriage 流产 流产 会把 对 所以他的主要攻击目标 是锁定 怀孕的妇女 不一定 他的target 不一定 因为他想要复活 他的客群 他想要复活 他想要复活 他刚刚把小孩弄掉 他弄掉 他就被他复活了 因为 里面的灵魂 可能是不够强壮 去carry他的灵魂 你说里面这个肚子 可能不够强壮 所以就是又流产掉 所以他只好又 信信懒的跳出来 这个有很多 就是很多不同的传说 然后一开始 这个东西就是 有 The Leeds Family 是最有名的 这是L.E.E.D.S 他们是最有名的 去说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女生 就是他的第三个小孩 的这个故事 所以他怀孕 怀了13次 对啊 那个年代 就是他们生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机会 然后每一次他都被 这个Jersey Devil弄掉 是最后一次 第43台 第43台的时候 才看到了 对 然后 这个其实他是一个 很 很古老的一个东西 这个 很 Jersey Devil has got a lot of history it's really hard to discuss the Jersey Devil in this episode 它很难 它很大 没关系 我们在跳下一个 你还想分享什么 最大我们可以分享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51区 51区 对 你讲讲看51区 因为51区 对我们来说 就是外星人 我们知道 51区如果不知道的观众 他在内华达 内华达 如果你硬要讲的话 他就非常非常靠近 拉斯维加斯 他当然不在旁边 但是如果你硬要讲 那附近有什么 大概就是拉斯维加斯 你知道一开始的定义 是什么吗 Area 51的那个传说 这个故事 这个东西 不知道 不是一直都对外公布 说他是军事训练基地吗 你有听过Roswell吗 Roswell 就是一个将军吧 对不对 Roswell incident 是在 这个在美国 1947年的时候 1947年 对 在New Mexico 在新墨西哥州 然后 反正简单来讲 这个故事 就是反正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外星人的飞机吗 我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 一直都说 你们就是美国 在你们在二战世界过后 都变得你们的科技 有的technology 所有的military stuff 通通都变得超厉害了 所以很多人说 觉得你们是跟外星人合作 这样子 而且他们都说 就是有很多传说 都说你们美国之所以 或那么高科技 是因为他们真的看过 UFO真的landing在 51区 然后觉得你们跟 51区 就是你们美国政府 真的有跟外星人合作 这个有几个传说 有几个传说 有几个说法 第一个是我跟你说 是你说合作 好 第一个合作的方式是 记得我们在讲这个东西是 theory 一个说法 一个说法 这是一个概念 就是人会怎么想 美国政府会让外星人 去拔掉 就是把人拿走 去做实验 或者是我们的动物 或者是我们的东西 就是莫名其妙 他们什么时候要 他们可能是一年 有一个quoter 然后就是会 你说我遵循你抓三个人类 六只牛 就可能是 对 就可能是 他们可能是要求 我们今年想要去做 50个不同的实验 在你们的人上面 然后政府会说 好好好 我给你 然后这个交易是 我让你有这个东西 那你给我科技 OK 所以美国政府 遵循你们抓 遵循 他要给外星人一个quota 对 这个quota 这个词就是台湾人说的quota quota 对 我让你有quota 对 那正确的说法是quota quota 对 他就是给他一个额度 然后说你今天可以抓 那他有线人 怎么是 你只能抓美国人 不好意思 其他国家 我们不能跟你谈条件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没有问过 我也不 没有人 没有 美国政府也不会去承认 就让他抓 然后呢 就可以有武器 换武器 不一定是武器 可能是 教你做一些有的美的 就比如说 做iPhone like energy 或batteries 能源 电力 电池 它可以比武器 你说的武器 或者是一些 高科技的产品 对 就是有的美的 就是让我们的整个 整个战斧变厉害的 然后 这个是一种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种的方式 就是 我们是把 他们以前有 曾经 crash landed how do you say crash 他们撞毁的 掉在台湾 掉在地球 掉在地球的UFO 我们是手走 到51区 然后 他们可能 他们的实体 也是手走 然后我们就是从 就是reverse engineer 就是把那个东西采开来 去学一下 他们怎么做的 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 科技拉高 对 然后或者是 因为我们抓走那些东西 他们可能是直接来找我们 就说 诶 what you do 这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有点想要 让他回来 你可以给我们吗 然后美国可能是 我们给你是没有错 我们可以让你有 我们可以让你拿走他 但是我们需要 这个 这个 对 但是主要的是51区 是一个 在美国政府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不存在 他是不存在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存在 因为那边的观光那么的 那边其实观光 因为被UFO 就是外星人带起来 一定会有人靠近 想靠近UFO 一定有人想靠近51区 很多人都想要 靠近会怎么样 一靠近的话 他们周围立满了标志说 不准靠近 不准靠近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在军事基地是不能靠近的 所以他们都要出立牌子 那51区怎么办 你们一直闹得这么大 就说要去 其实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上网 看一下 只是在YouTube 或是其他的网站 是有这个东西 但是 他们都会有很多表在外面 然后说 Trespassers will be shot on site And we shoot to kill 那就等于说 你一走进去这个区 我们会直接开枪 然后我们不是想要让你受伤 我们是想要去杀你 我们是把你杀掉 对 处理这个问题 那 一定要超越那个线 你要超过那个线 才有办法 但是在那个区 你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那个线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送人去追你 然后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说 可以去找影片 因为很多影片 就是有人去 他们去戳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是 骑过去 或是开过去 然后他们越来越靠近 会有军队直接出来 然后 直接撞他们 或者是会直接 开在他们的前面 然后下车的人 都是全身 都是那种 就是装备枪 很多那种 就是炸弹什么的 然后他们很凶 他们不会让你 跟他们对话 他们说 我看过的是这样子 You either leave 你要么离开 or you die 然后可能是他们有 就是会说 Oh we just wanna 我们就是这样 I don't give a fuck Turn around and leave 我不在乎 我完全不关你的事 我关你屁事 你给我离开 你给我滚 你如果不要死的话 你现在立刻 立刻马上 现在就给我滚 然后他们只有 这个两个选择 然后又看过一些 有的没的就是被打了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有一些人 真的是直接 被hand cuff 然后踢出去 就是这样子 或者他们是被hand cuff 然后不知道人去哪里了 对 对 所以area 51 其实是不是开玩笑的 你刚刚讲那个Roswell 我们再回到这边 Roswell一开始 这个东西是 like area 51 start point 因为他是把 那些科技的东西 他们挖出来 他们拿走的那些东西 他们必须要放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其实是很多 他们有说是政府里面 连我们自己的总统 不知道 51区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他可能知道 这个东西是有存在 有一个大概 但是51区 比他的clearance level还高 比我们的总统还高 因为他不是我们政府控制的东西 51区是谁管辖的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他一定有一个人听命 还是51区是一个独立 他就是一个independent的一个 We don't know 他也不是隶属CIA 或是FBI 他好像比CIA还高 他好像比所有东西都还高 他还比总统高 对 他那里面给命令的是谁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总统 会知道这件事情 可能是我们的军队 可能是某一些人 在我们的military里面 可能是有一个人 在控制这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是谁 我们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会不会就是一个人 但其实他脑袋里面住的外星人 就跟那个MIB一样 也有可能 心机战警里面 也是有可能 MIB其实也是从 MIB这个电影也是一个传说 他也是有这个传说 就是因为Roswell 跟很多外星人的那些 合作 不是合作 就是alien incident 就比如说人被拿走 或者是牛被拿走 或者是 就比如说 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影片 或者是照片 在美国的一些什么 农场里面 那个牛是 他被切 没有没有 他可能是找到他的尸体 但他的尸体是 没有任何的流血状况 但是可能是有 切了很窒息的东西 或者是 他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伤口 然后他的肥 跟心脏就是不见了 对 或他的血完全被抽干了 血可能是根本就是干掉 但是他的尸体在那边 然后都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做 或者是 这个牛可能是没有眼睛 然后就是在那边 然后不知道怎么会 或者是 这个牛原本在 A的地区 然后一个晚上里面 就是变身在C的地区 然后那个距离 可能是300公里 就是你知道吗 这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就是 how the fuck does that happen 然后Man in Black M.I.B.这些人 就是会出现 他们不是警察 他们不是军队 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在 战斧里面控制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是有这个权力 一模一样 就是在 5C区的样子 就是会叫你滚 你如果继续靠近 他们就会把你杀 对 就是这么点莫名其妙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出现 然后我们不知道 所以其实他们是为了 他们把 那个电影做出的原因 就是因为 很多这种的人 就是在 alien incident会出现 and we don't know who it is 没有人知道啊 很多人 都有很多想法 都没有人知道啊 那你有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 有一个那个 一个科学家 Scientist 叫James 那个故事 他说他在死之前 他自己有去过 50亿区 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就曾经在 他死之前 就有宰过一个interview 他说他在那 他有去过50亿区 在那边见到 非常多的外星人 跟飞碟 他说这些人 一直自尽为 都在为美国的 联邦政府工作 你说James Murray吗 然后 然后呢 我不知道他到底 全名是什么 然后在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已经过世的 那个geography 地质学家 Geography Geography 地质学家 Geologist 或者Geography Geologist Geologist OK 对 然后他叫做 Phil Schneider Phil Schneider Phil Schneider 对 你知道他的故事吗 这个应该 他说他在死之前 他在死之前 他也是讲了一个故事 他就说 他在51区认识的 一个金星人 叫做索尔 like Thrill 然后他说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 Schneider 他曾经在他生前 参与过政府的秘密项目 所以他拥有这个安全许可 可以进入 那他曾经协助过 建立地下的军 like underground military basement 然后他就是跟 Shened 就是跟 Phil 那个Thrill 就是跟那个 金星人合作 他说金星人 那个金星人的Thrill 他本人 看起来就像人类一样 但他不是 但他智商非常高 IQ达1200 1200 然后他能够讲 100种语言 包括外星人的语言 然后而且他寿命 是490岁 但他的身体还是跟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是说那个 The Genetic Modified Humans 你是说那个吗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 是DNA跟外星人 有混合的那个东西吗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然后 他说他的手指头 是六只手指头 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心脏 跟一个很大的肺 他的血液就跟 Octopus的血 章鱼的血是一样的 然后他还说就是 那个 Schneider 就是那个 Phil Schneider 他就说 自1937年 索尔 就是这个throw 就为美国的军方工作了 对 然后甚至就是乌独悠 就其他还有人 就是有一本书 美国有一本书叫做 Stranger at the Pentagon 就是五角大楼的陌生人 里面的那个作者 对 的那个博士也说 他曾经跟索尔工作过 他说索尔就是 他是长得就跟正常人很像 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其实不同的人 都通通通都有 而且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很多人 还有甚至是 你们有个总统 Nixon Nixon President Nixon 都说跟索尔见过面 OK 然后他就是一个 金星人这样子 所以你有听过这个故事 你说金星人是 like evolved human 金星人他是 金星是Venus Venus Oh He's from Venus 对 是哦 说他是Venus 但我想问 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我们都有听过 但是 每一个故事 就比如说你刚刚有说 那个东西是 我有听过类似的 但是名字的东西是 我不记得 我不记得 但是 每一个人去讲这些东西 以后 都会死掉 都会莫名其妙死掉 对对对对 这几个刚刚讲这些人 都是已经是已故的 而且 而且他们很快 就是讲完之后 他们可能不到一个礼拜 或是讲完之后 可能是 其实最近有比较多人 是做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如果很害怕的话 他们其实会说 我自己不想要自杀 我也自己没有犹豫症 我也自己是没有在开车 我也自己是没有怎么样 然后我吃的怎么样 所以如果说你找到我的实体里面 有什么样子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会去说这些东西 是故意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是被追踪 他们知道 他们可能是要被暗杀了 所以他们会先前面 去讲这些东西 他们其实我看了 好像是Phil Snyder 但是也是另外一个 他们也是 他当下在录影的时候 他有说 I'm going to die soon 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些东西 我一定是 他们一定是在看着我们 他一定是在听着我 所以我们刚好 我们最好就把讲完 讲完之后 他们都很冷静 他们都知道 而且他们都说 其实地球上已经超多外星人 他们长得跟我们一样 他们是说 我听过另外一个 Area 51 其实是一种 Genetic Laboratory 是一种基因实验室 然后他只是把人类更新 你们美国是要培养生化战士 他们想要去把人类 跟美国一直在维持在 最高的位置上 那为什么外星人知道你们美国 不会去找俄罗斯 不会去找中国 问题是 你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但是我听说俄罗斯也有 但是可能是他们没有办法去 谈和解的东西 就是可能是他们 offer 跟他们要的 可能是外星人做不到 然后因为美国当下的权利比较多 因为当下 在第二个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权利跟钱 是真的是最多 我们能够去给的东西 也是最多 我们的科学家 还有那些东西 都是我从欧洲挖过来美国 Like Einstein Oppenheimer All those guys We brought them We brought them to America 所以我们什么都有 其他的国家 是可能有 但是我们最厉害的 全球最厉害的当下 是我们美国有 对吧 外星人跟西蜴人 又有什么不一样 Lizard man Oh lizard man Lizard man is kind of a weird one though That's like really 反正那个西蜴的一个 这个传说其实是有点 从哪边来的啊 I don't know 这个好像也是 I think this is also Native American But I'm not sure 这个我要去查 但是我不确定 这个很模糊 而且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传说 就是他们是说 其实西蜴人也是 一开始他们也是在 好像Arizona New Mexico 然后他们是从 地球是空的 然后他们是地球里面的人 出来 然后他们好像也是跟着 外星人合作了 然后他们的IQ 他们能够的 能够去做的事情 跟他们的能力 也是比人类 一般的人类还强壮 然后他们是说 Like Elon Musk 我们的总统 Rothschild 谁有这么多的 Mark Zuckerberg 他们都说 通通全部都是 都是Lizard people 他们是说 因为他们 我让你这样讲 我们这个 这不能剪real 上去掉 Whatever Come fucking get me Come fucking get me dude 帮你变Lizard man 对啊 他们是说 这种的人 就是通通都是有 可能是私底下 他们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 我不知道你们 你应该是没有看到 但是他们有时候 以前啊 几年前 尤其是Mark Zuckerberg 跟那个 还有谁 另外一个是谁 有另外一个人 好像是 Steve Jobs 或是什么 我不记得 他们有一些 照片 在 他们的眼睛 他们的眼睛是有 骗那个什么 Like the lizard eye 你有看过吗 They're like Look it's a lizard man I knew it all along It's like dude Oh Hillary Yeah The Clintons 因为 因为Clinton 他们其实是 他们的手 都是在所有事情里面 Like Iraq Afghanistan Benghazi The Gulf War We're involved in Like I think we were also involved in like a lot of the Korea stuff We're involved in China We're involved in Saudi Arabia 所以大家还说你们是 就是美国是世界警察 什么都要管 没有 我们不是世界警察 我们就是世界最大的黑道 我们不是警察 我们只是黑道 我们比黑道还黑道好吗 你确定要这样说话 他们要说什么 他们要做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看 我们花的钱 在我们的武器 跟我们的那个军队 上的钱是多少 It's like 1.2 trillion dollars Like 那个钱 你把一年的那个费用 You can solve world hunger You can solve health care and school and you can also fix the homeless problem in one year 我们的一年 那个budget You can fix like 90% of the problems 那我想知道美国 就是因为毕竟这种 那种UFO啊 或是这种外星人 对啊 都是比较年轻人的手法 对不对 哪一个 就是比较是年轻人会相信 那像那种老一辈 耳根子比较硬 说我不相信这种东西 你们美国也会吗 你说外星人吗 对啊 如果你像说我们现在台湾说 有外星人啊 可能很多人就不相信 对 可是在美国想知道 大家这所有民众都会觉得说 对我相信 我相信有 没有 其实是现在好像是 大家都相信了 因为其实去年 那个 那个谁 那个叫什么 What's his name David Grush 你有听过他吗 去年美国的那个 我们的Congress 其实有报 这件事情出来 然后美国政府 Not This is the weird part 这个是最奇怪的东西 美国的政府 这个人 他是一个 military high level high class qualification access level 他是将军吗 还是 I don't No he's not a将军 他不是 但是他是 He's very high clearance 反正他有最高的级别 他级别很高 对 然后他是very 他的风品很好 然后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是很正式的一个人 他不会去说话 乱说话 他出来 然后就是报道在Congress里面 就说 外星人有存在 然后很奇怪 这个很奇怪 他讲出这个东西之后 美国战俘 就是有 刚才说 对啊 他说的是没有错 然后美国讲的过后 其他的国家也是开始讲的 对啊 我们也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新闻没有 其他东西都没有在讲这件事情 他过了那个月过后 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他还活着吗 他应该是还活着 因为他没有讲到 比较敏感的事情 然后他只说 他是有讲到有外星人 然后他有说 美国政府确实真的有在 跟着他们有关 他没有说哪边 哪一个方向 跟什么方面上 他也没有说 他们在做什么 或是什么 什么比较细一点的内容 他什么都没讲 他就说 对 美国跟外星人 确实是 我们都知道 外星人有在 然后我们也是跟他们联络到 对 然后我觉得 超怪的 那个东西就是 你马上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没有人在讨论 第一个 第二个是 不只是美国政府 去证明说 对 是有 其他国家也有 但是 讲完之后就没了 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新闻在报 没有在报 除非你去查 你也找不到 你没有讲什么 太细 但是问题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 有没有外星人 是有 而且大政府都已经说 对啊 有啊 这样 然后呢 你要干嘛 确实 我们没有办法干嘛 所以你有时候 你在想一些 有的没的 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 你会觉得说 你是故意的吗 这是有计划中吗 你是 怎么会这样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会 让你思考一些 有的没的 了解 那我还想要 问一个东西 因为你之前 我们之前有聊到 血腥马力 你说Bloody Mary 对 我觉得这个 你跟大家讲 快速讲一下 Bloody Mary 其实是一个 很老的一个传说 Bloody Mary is super old It's from England 它是一个 那个 It's a queen It's a queen 它是一个以前的 血腥马力的故事就是 你只要在晚上的时候 什么12点 然后对着镜子 So Queen Mary Tudor 她的全名就是 Queen Mary Tudor 就是反正Tudor的家里面 因为她是 反正anyway doesn't matter 就反正 英国的历史 在这个部分 只是有分家庭 跟台湾 所以她不是美国的 她不是 因为都会说是美国 都是传说 然后说血腥马力 就是反正你半夜12点 对着镜子叫 灯全部关掉 点个蜡烛 然后再对着镜子叫 血腥马力 他就会出来了 对 但是她又没有出现 应该是不会有了 但是她有这个传说 就是因为她其实是 她当往后吗 是往后吗 她当往后的时候 她其实是还蛮邪恶 她很恶心一个人 她是会把 厨女去杀掉 或者小孩杀掉 然后把他们的血 放在一个浴缸里面 或者什么 然后她会用 他们的血 她会去泡澡 然后会洗她的皮肤 跟喝他们的血 因为她会觉得说 他们的东西 他们的血 就是会让她一直永远 就是很年轻的样子 对 然后她用的很可怕 你知道那个饮料 那个喝酒 Bloody Mary 也是因为她吗 不知道 是啊 我只知道宿醉的时候 喝Bloody Mary 很好很有效而已 对 就是因为她 因为她模仿的就是 Blood 因为她是番茄 然后她也是 不是 所以 所以喝人血 会宿醉吗 不会宿醉 不会帮你的宿醉的问题 喝过人血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但是这个 就是因为她 这么的 就是这个人 在我们的 我们历史上 真的是有点可怕 可怕到 印象到 这个传说以外 也是有饮料 也是有其他东西 所以 他们就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 你在镜子对面 想Bloody Mary 3 times 她会冲你的背后出来 然后杀你 或者什么 喝你的血 或者会怎么样 我们都有这种的传说 但是 我试过了 没有了 你试过 当然试过了 当然是废话 我知道 因为你不在英国 这个可能要在英国 有可能 刚刚讲的 前面要讲说 要去那个国家 有可能 你有听过 那个13个镜子 这个故事吗 13个镜子 就是你站在镜子 两面镜子 镜子面对面 你站在中间 然后你一直往那个镜子 后面数到第13张脸 你会发现 她跟你的不一样吗 她跟我脸不一样 她说就是你死去的样子 Oh really 你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 不是我不敢算 谁敢算 这个很可怕 这又不能乱算 我没有听过这个 但是我有听过 另外一个是 你在内容的 就是镜子里面的时候 如果说你看着 看很久 看很久 我不记得是多久 而且你看了里面 你要做 好像一个 你要做一个动作 或是一件事情 然后里面的人 会跟你做的不一样 然后其实那个是 other dimension to you 或者是 对 或者是 未来的什么 或者可能是鬼 或者是 我不记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记得是 你在那个 mirror reflection 好像好几个以后 你做了什么特别动作 或是说了什么东西 然后你是被关起来 在里面 你做了什么事情 她会跟着你做的不一样 你可能是挥手 或什么 然后她可能是看着你笑 超可怕的 对 我记得 我记得是类似 然后我不记得 是要做什么事 对 那个我没敢 我没有试过 别乱试吧 快可怕的 我想知道 美国最多传说的 镇或是 城市或是 州或是哪一个 像我知道你们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你们很多鬼屋 都在你们那边 我们有啊 是很多很可怕的地方 其实我们有一个 你们那边有一个 超可怕的医院吧 我记得 哪一个 你们那边有一个 很可怕的医院 拜托我们有 整个城市是empty 你知道吗 你们有个城市empty 你是说地下有火的 那一个吗 对地下有火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是 你们不知道有什么 witch town 对 有另外一个是 真的是没有人住在里面 是因为太多 鬼跟恶魔 恶魔 恶魔 感觉真的太满 恶魔 恶魔 听众们 不好意思 恶魔 哪一个地方啊 I think it's in I think it's in Pennsylvania there's one I think there's 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我知道 第一 下面有火的那个 是因为 不只是有火 是因为有气 那不是很危险吗 你没办法呼吸 而且也会爆炸 可能是突然 除了Pennsylvania 还有另外一个town 是在Sales 然后很多Voodoo 那个忘记什么名字了 New Orle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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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iana has a creepy one 或是Louisiana 就是如果听众有兴趣 你们可以 或是有住在那边的 你们也可以稍微分享 那边很可怕的故事 there's one that I know I think it's Louisiana it's called the bog lights 你有听过这个吗 bog light bog 就是bog is like the swamp like they have something called bog lights I think 然后 沼泽 然后它是灯 灯光 然后它也是会会声音 可能是模仿人 就是叫你出来 然后它是说 那个东西里面 就是 真的就是 找不到 他们的 平安的灵魂 或者是他们真的是 like demons 然后他们就是 可能是很黑暗的时候 然后你听到 或者看到 里面对面 可能是有人 然后有灯 泡着 然后它是在里面 然后它是说 就是一直会叫你出去 叫你出去 然后你可能是出去之后 没有灯了 灯都会一直有 like you ever see like a swamp like the swamp like Florida or the marsh 然后它会有 虫 跟一点点 那个外面有灯 你有看过吗 它是说 那个里面的灯 是灵魂的灯 你不能去看 鬼火吗 It's like fire It's not a fire It's like a little ball It's like a light 然后在那边飘 对不对 那个我们 称作鬼火 你叫那个鬼火 我们叫它鬼火 是哦 对 OK 我们在 我们美国的 Louisiana 那个 那个 bayou 那个 like the bog the swamp area 他们只是说 这个东西是 是灵魂 对 但也有一种说法 不是科学家 有出来证实说 那是因为是chemical 对他们是说 那个是有关于 那个 不同的气 跟那个什么 那个气的压力 跟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会发一些光 但是还是很多传说 就说这个东西 就是光是光 但是怎么会有声音 觉得 对 如果有听众 你有兴趣要去体验的 还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真的是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真的是 就是 有时候还是有很多事情 是科学没有办法去解释 是啊 对 但因为今天 那个都市传说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一集 真的是 真的是超多 都没讲到 我们有先稍微 做了一下功课什么的 但真的是太多 没讲得到了 那如果大家真的 还是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 我们也可以来讨论 不只是美国的 也可以讨论台湾 甚至是各个不同国家的 我们都会做好功课 一起分享给大家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系列 那我们可以再考虑看看 OK 好看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这一集 那你有想要补充的 或是你有很想要听的故事 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哦 对 那今天就帮我们按 就是记得帮我们按赞 五颗星留言 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 拜拜 拜拜